你们看这臭不要脸的 我去个洗手间就霸占我位置 我睡哪里呀 我睡哪里呀 好了法才 你看看 把我鞋子叼出去 干什么的 叫我出去玩 陪你出去玩是吧 法才你看看外面 哇这么晒 你看到吧这么晒 不能出去的 出去小六家要中暑 你也要中暑的 妈妈把鞋子放回去好不好 我们不出去了晚点 晚点妈妈带你去做翻船 好不好 哎呀真是的 就想着出去 好了呀法才不出去 今天三十度 早上一圈六回来了 现在大中午的又想出去 太热了 六家的体力还没恢复过来呢 眼皮都搭着要睡觉 丑八怪整是当无事 我哪里都不去 吹吹空调最开心 看看法才 那期盼的绿豆眼 突然被告知要换房间 升级到最好的一栋迎宾楼 离湖更近了 财哥又安耐不住 可是小六甲呢 从原来那栋楼跑到这里 又体力不支 发财是的确无聊了 跑向休息的小六甲 人家睡得好好的 他去骚扰 于是隔着窗帘开始咬 讨厌的愣子 打扰我做美梦 说一声 你死了可以睡一辈子 估计这一架打完 又可以睡一小时 发财你干什么了 妈妈泡个澡 你干什么了 你也要泡啊 你们两个在洗手间干什么了 等我陪我 好吧 那就陪着不 怎么这么可爱的了 妈妈泡澡也要陪的 这么可爱啊 小六甲你也要看啊 你在干什么了 拍拍坐等着啊 妈妈还要泡一会儿呢 等着哦